三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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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站在這裡 看到這個場面 我剛才在後台 聽到這影子的表演 我就替我的對手覺得不敢 因為我們的影子 是勇敢自信我們的廟 是勇敢自信給台灣 但我的對手 只能聽著 是勇敢自信 所以這一次 就是放眼看人 大家說對不對 要放眼看給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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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給我講一下 拜託 下架 吳思懷這個概念是這樣 其實中國國民黨 都有一個內戰史冠 所以 他民對中國的時候 只有兩個選項 不就要反攻大陸 不就要導航 但是這是國民黨 他的選項 他的是非題 只有這兩種 買就是打贏 買就是打輸 但是有一個問題 在台灣很現實 也很簡單 台灣是要選項 社會路線 怕向進步 還是怕向福祉 在台灣人的選項裡面 將來就沒有導航中國 對不對 對 所以台灣的民主進場 是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用不分副的方式 把一個人放在第四名 六七十萬票 就不能送進去 我跟大家說 又不是那麼簡單 他若是不只好 給他電兩聲而已 他也是可以用 頭前四頭路的方式 把吳思懷的支持 所以我跟大家報告 吳思懷的問題 不是吳思懷的問題 是中國國民黨的問題 大家說對不對 所以 這票就不能讓中國國民黨 對不對 有人說 吳思懷裡面 會偷看到 國家的機率 他會破壞到 民主的定數 他會撩亂 國會的地數 但是我跟大家報告 每一個 中國國民黨的 立法委員 都是吳思懷啦 所以 要拜託大家 各位 本土的台牌的支持者 各位 勇敢的台灣人 要讓台牌的好選人 全都裡面 各位 阿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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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 快點 等一等一等一 還有三分鐘 還有我講一下 在選舉前 其實我們有一個桿 叫做反滲透法 這個反滲透法 我不知道這裡有南部的人 有一個都市傳說 叫陳柴佑 聽過一隻手 陳柴佑是在南部這餐廳 作名的一個傳奇人物 叫做Urban Legend 城都市傳說 他已經不知道五六十歲了 但是他用一個小學生的畢業照 說我捏漏很厲害 那我跟大家報告 家如果漏水 你叫陳柴佑來 是不是都是在捏漏 但是有人在家人說 啊 這個我覺得不用抓漏啊 我覺得也不用花錢嘛 不用請外人來 我跟他說 任何一個荒隊 叫陳柴佑來捏漏的 就是什麼 就是那些爬子 就是想要給家人 還沒錢的 所以這道反滲透法 殺出來之後 你去看政治界 如果反滲透法 有可能 很大的機會 其實就是想到 中國的影響 所以在未來 這道的這個選舉 二空二空之前 其實 除了我們要證明 我們是勇敢的台灣人 除了我們要捍衛 我們台灣的自由跟民主 更加重要的 就是要跟全世界說 台灣跟中國不一樣 對不對 九項中國不是台灣人的選項 對不對 台灣是台灣人的台灣 對不對 拜託大家 從今天開始 一項一項優一票 你如果覺得一票不夠 自己多優我 但是這優一票 你如果去影響那裡 還沒決定要投票的人 那不知道要選誰的人 那些科路不知道要買票 回去嗎 那些想說有需要請教 這些人 回去 請教影響 這些中所謂中間的選民 不像政治的朋友 是有可能會讓你們改變的 但是如果你們問到 總統要討論 我要討論 第一 聽完你就不要跟他講了 為了你的親家朋友好 如果聽到 你就帶他去受驚或是掛盒就好了 把所有的朋友 還有弟兄 還有親戚的人 吹出來 跟你們吹出來好不好 好 跟你們吹出來好不好 好 不管你是對決政黨 這種事 都跟你們吹出來好不好 好 台灣加油 山友 謝謝 謝謝 我們在這首跟鄧邊尾 我都說有沒有 鄧邊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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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鄧邊尾